冬立级,冬调英纪 1904年,钢禄村从学校毕业 非常幸运,他赶上了日俄战争 被分配到了后部部队 但对战争狂的钢村 马上向上司申请 要求转容战斗部队,参与战争 最终,他如愿以偿 并且作为新编的第13师团的 一个小队长,参加了酷叶岛战役 这场赌上日本国营的战争 最终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 俄国,在中国东北的势力 几乎被日本清除干净 而真正让钢村走上日本核心层的 则是政治斗争的胜利 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陆军一直由长洲 散摩和肥前把持 三方围绕着陆军的主导权 展开了斗争 最终只剩下长洲 垄断了军队的所有重要职位 以至于日本陆军应该改名为长洲陆军了 但是与之相对应的 陆军里出现了许多 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的年轻军官